好 我們要想想看 為什麼徐國勇部長 在今天會這麼樣的生氣 這個怒氣是不是累積而來的 什麼時候是一個關鍵 是不是因為被抓包 被踢爆 說其實他早在9月底 就曾經見過一個 具有大陸政協身分的管牧師 有政協身分 那就很敏感 這樣子 他來的還是我們真的 完全不知道這個政協委員 有黨政軍身分 悄悄的就以牧師的身分來 然後見了國策顧問 國策顧問還帶去見內政部長 這很大的國安漏洞 對 所以國策顧問黃成國 告訴你說我不知道 他有那個身分 然後徐國勇說我也不知道 所以你看徐國勇怎麼講 事先不知道 管後面有北京政協的身分 黃成國也說 我如果早知道他是北京政協 我才不會去見他 更不會帶這個牧師 去見徐國勇 推得一乾二淨 兩個人都趕快撇清 可是你知道 對於綠營來講 這個也是很麻煩的 是不是燙手山芋 因為連林賀明都知道不應該 國策顧問把一個政協委員 帶去見部會的首長 是當然不行 林賀明自己講這句話 是在接受媒體的專訪的時候 他這麼說 所以這一講了之後 大家就知道 這個問題大條 好 我們就退一萬步想 假設你黃成國今天趕快推 我不知道有這個政協的身分 請問你是不是跟別的政協很友好 交情匪淺 甚至還叫過人家姑姑呢 因為就有媒體提報了 說黃成國在上海 廈門 澳門 其實人脈很廣 廈門市政協委員賀銀芳 其實跟黃成國是熟得不得了 來到台灣的時候 還對外介紹說 那個賀銀芳是姑姑 所以就要回到2016年7月 大家還記得嗎 蔡英文臨時取消了 勘災的行程 縮短行程之後趕快跑去 參加了黃成國爸爸的壽宴 就那一天 結果蔡英文 蘇嘉全 政要都有出席參加 都是做上賓 偏偏那姑姑 那賀銀芳 那位廈門市政協委員賀銀芳 他也是主桌的上賓 所以如果照這樣來講的話 那不是很大條 對啊 政協委員 見部會說上不行 結果見到了立法院長 見到了總統 是 所以我們就要來請教一下 民賢了 因為那個時候大家知道說 原來蔡英文匆匆那麼敢去 參加什麼行程 是你告訴大家說 黃成國爸爸過生日 那天有這樣子一號 政協的賀銀芳在座 黃成國真的人脈 高流很高的 三國縮流 連大陸的政協都認識 如果照民黨的標準 民黨最喜歡抹紅 他就說國民黨 你就是中共投入人 國民黨最喜歡往大陸跑 見了政協 見了誰 結果黃成國自己 他是什麼人 對 你看第一個 廣浩民誰介紹 誰介紹認識的 黃成國完全不講 說透過教會來牽線認識的 然後說廣浩民來台灣的時候 名片拿出來才知道他是 他是牧師的身分 而且黃成國今天 接受媒體專訪說 廣浩民來的時候 還穿著牧師的衣服 到底誰介紹你認識的 講出來 他完全不講 所以中間到底誰牽線認識的 還是你們原本就老朋友了 你要故作玄虛 一樣 2016 7月那一次 當然也是有人提供我資料 就說黃成國父親的壽宴 我記得應該是88歲 今年應該過90歲 現場開了很多桌 而且桌上都放很貴的洋酒 而且一桌都不是放一瓶 放好幾瓶 蔡英文去了 蘇嘉全去了 最重要剛剛玉琦有講到 蔡英文是從台東 颱風 看完災之後 直接搭空軍醫院飛回來 還給我 直奔台北 有沒有喝 我不曉得 至少有乾了一下 可是那個現場 現場繞媒體報導 賀英邦坐在上面 賀英邦是誰 廈門市的政協 而且黃成國叫他什麼 姑姑 我不會隨便叫人家姑姑 我不會叫誰 某某時候叫玉琴叫姑姑 我叫你姑姑我會被你打 我可以叫說 叫委員叫國慶委員 端 可以 叫人家姑姑 至少要有夠輕 所以原本就認識 所以黃成國人脈那麼多 認識這麼多政協 而且最關鍵還帶去看內政部長 時間是什麼 9月25號 陳同佳即將要出獄的時候 見面是什麼身分 所以拜託 看狗 這時候照國安無法 直接要抓起來了 民黨要怎麼去處理 標準的中共投入人 不是民黨的標準是這樣子嗎 拜託呼應內政部 把你的錄音 會議紀錄公布一下 見了管浩銘 這些牧師到底談了什麼 真的像徐國勇講的 一開始談到陳同佳的事情 然後就不談了 是這樣子嗎 還是真的有說嗎 有談到哪些癥結談不下去 中間太多疑點了 所以第一個 黃成國你跟對岸的關係是什麼 認識這麼多政協 你的標準是不是前後一套 喜歡扣別人紅帽子 結果現在自己把紅帽子 待在頭上 第二個 徐國勇見了這些管浩銘之後 談了這些什麼內容 拜託請盡速公布會議紀錄 如果沒有錄音的話 真的有錄音你就公布 所以民黨拜託 不要兩套標準了 自己做了這些事情 第三個我再講 真的9月20號 見了管浩銘之後 國安會為什麼 三套因應劇本荒腔走板 你至少兩 三個禮拜前 已經知道訊息是這樣子了 還是說徐國勇 你自己見了都沒有回報 他說他有報 他有回報 今天在委員會他說他有 國安會怎麼應變 這麼荒腔走板 所以蔡政府的整個應變 真的非常的荒腔走板 整個亂七八糟 過程中真的是國安大危機 到底是誰 誰才是真正的匪諜 這是徐國勇嗎 對 今天徐國勇 他也有講說 建了管浩銘之後 有告訴陸委會 然後陸委會是28號接獲 徐國勇的告知 說陳同佳要投案 然後國安會香港小組 在9月30號就開會討論 那時候由法務部陸委會 還有內政部的人 都有出席參加 什麼確定跨境犯罪 要台港合作 要建立一個司法互助的機制 但是徐國勇也說 其實管浩銘的行踪 我們通通都有掌握 因為他最近來到台灣 待了什麼兩天一夜 去了媒體 去了一個什麼 律師事務所 那些我們通通都知道 所以絕對沒有所謂 外界講的狀況外 但是如果你什麼東西 都能夠掌握的話 你會不知道人家那個牧師 是有政協的身分嗎 然後黃成國也說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然後意思就是希望 不要再扣我帽子了 不要說我是什麼中共同路人 或甚至是什麼中共代理人 這種帽子不要扣在我頭上 可是明明就是有認識 大陸的政協 就算不是管浩銘 好像也是個賀銀芳 來 韓濱 對啊 國安單位 對一個北京市政協 來台灣啪啪照 還跑去見我們內政部長 國安單位現在告訴我們說 他都有掌握 都有掌握 如果你都有掌握的話 為什麼徐國勇 事前不知道這件事 這不是很奇怪嗎 正常來講 你如果一直監控 這個北京市政協 在台灣啪啪照 他去見黃成國 你們國安單位一定知道 今天徐國勇有一個最新的說法 他說他之前來了好幾次 因為台灣都沒有發現 所以之後發現了之後才會管 現在他是把責任推給國安單位 所以徐國勇現在在指控 國安單位之前都沒有發現 是到底是這一次才發現了 還是是這個新聞曝光之後 國安單位才發現了 我現在很想知道這件事情 我們先假設相信 國安單位講的是對 他明明知道這件事情 可是他故意不告訴徐國勇 那你覺得這是什麼問題 國安跟內政在互鬥 不是 那表示國安當局 可能早就懷疑 中共代理人就是徐國勇 不是 他們在釣魚 我等你們見面 我準備要抓罪證 不是這個意思嗎 臥底嗎 對 是不是 徐國勇你早就臥底 不是 你講釣魚 我就想像我們看到那張海報 原來真正的釣魚 小英人兩天出招釣魚 是指這個 是 不然的話你告訴你 國安單位早就知道 我明明知道這個政協 都一定要走 已經我們內政部了 我居然打個電話給徐國勇 我都不做 請問一下他是不是早就認為 徐國勇這人可能辯解 不然的話他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另外一個可能就是 國安單位說他根本就不知道 他根本不知道這個管號名 是北京市政協 所以就像這樣旁號召 我們國安顯然出大問題 我們完全不知道 其實現在到底哪一個人 有什麼身分我們全部都不曉得 不就是這樣子嗎 所以這兩個一定有一個是對的 不然的話你再告訴我 還有哪一種情況 那就是另外一個 可能是徐福講的 就是徐國勇跟國安單位 不合內鬥 所以他們現在兩個要去廟裡 斬雞頭來殺死了 你們要不要試試看 到底誰說得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本身 就有很好笑的一件事情 然後我也覺得很奇怪 他們現在告訴我們 講得好厲害的樣子 就是說蔡英文 早就是個談判專家 他還準備了三套劇本 所有東西都在他之中 掌握中 所以這個劇本一開始 就告訴我們要罰夾彎 是這樣的意思嗎 是告訴我們這個意思嗎 然後一開始就是要故意去 把所有的民眾全部都耍一個 看好高興 看所有人被我耍 何止是民眾耍 連其他的官員都被他耍 對 我跟你講 今天為什麼徐國勇這麼生氣 他生氣其實我不怪他 因為他被耍了嗎 對 因為他被小英甩出去 他是決策圈之外的人 他整個他跟蘇貞昌兩個 一個行政院長 一個內政部長被甩到吐魯番區 然後還不知道自己發生什麼事情 你說他會不會生氣 當然會生氣 氣 很氣 對啊 而且我必須說 徐國勇更氣的是 我相信一開始 他們這種反應是蔡英文告訴他的 他們不是開了會嗎 他開了會的話 表示上面有指示 我們就是要這樣辦 所以蘇貞昌跟徐國勇的口徑 一模一樣 發的臉書也看起來是一樣的 所以現在看到整個風向不對的 民意風向完全不正確 然後蔡英文就把蘇貞昌跟徐國勇 兩個賣掉 就是這樣 所以你是徐國勇你氣不氣 而且老實講 這件事情從高到尾 跟徐國勇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他是內政部長 跟他什麼事 他為什麼是他出來講 所以你是徐國勇的話 我們真的必須設身處地 為徐國勇想一下 本來不干我的事 你們硬要我出來 以為我是律師 然後我講話比較好 結果我馬上被你甩開了 甩開了你以為我能夠變得過去 可是這種硬拗 我不會 因為我的律師直到告訴我說 這個是完全不正確的事情 所以他只好睜眼說瞎話 睜眼說還要被人家質疑 我當然只好價值要等手 不管你要我做什麼 我也做不出來 我想不出來我怎麼做 所以這整個事情就一個瞎 老實講 我從一開始第一天發生的時候 我就說 蔡英文本來是可以撿到槍的 如果我是蔡英文政府 我會說 我們當然欣然同意 陳同佳主動來投案 這個表示 表示我蔡英文政府 經過我們的努力之下 香港政府終於讓步了 願意讓陳同佳來 陳同佳我們是一個主權國家 我一開始可以這樣操作 結果他們不要 因為他們想把政治效益更擴大 他們想說我們是不是可以 逼著香港政府 非跟我們談司法互助不可 再選前撈一個大勝利 結果人家理都不理你 就糗了 不知道怎麼下台 然後本來以為可以 用芒果乾來講說 你看香港人的不顧人權 結果他真的把我們所有 台灣人民眾當白癡 當民意整個血線 跟他們完全不一樣的時候 現在只好收食殘局 然後徐國勇就成了炮龜 就成了倒霉鬼 所以蘇貞昌還是比較聰明 這兩天蘇貞昌就不講話 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已經不吭聲了 他當作這件事情 他之前都沒說過 所以徐國勇我必須說 你也辛苦 雖然我知道 你真的是硬著頭皮硬上 但是說真的 我勸你 我給你一個很好的理由 就是說你姑婆於毒性復發 你現在回去療養 這樣最好 這你趕快想 還沒有